85年前,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跨越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将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介绍给世界,特别是其作品《红星照耀中国》,向全世界介绍了红军长征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真相。 一生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美关系的斯诺与北京大学有着不解之远。50年前,斯诺将一部分骨灰安葬于北京大学为民湖畔。这背后有何故事?我们为何要纪念与研究斯诺?北京大学中国爱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日前就此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 1934年的时候,斯诺就受严谨大学的校长斯图雷登邀请来到严谨大学,在新闻系作为一个讲师教书。 他是最早报道129运动,也就是因为他对中国的人民,对中国的革命,对中国的文化的了解。 宋庆龄就把他推荐,到了这个山北去采访。1936年,他是从这个园子出发去采访的毛泽东和红军,也是回来在这个园子里面那么完成的影响世界的著作《悉行漫迹》。 在1972年他去世的时候,他就写了个纸条,他说我愿意把我的一部分埋葬在这个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就是北京大学。 1973年10月19日,其骨灰安葬仪式在北大卫明湖畔举行。 毛泽东等一批领导人都送了花圈,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了安葬仪式。 1977年,叶剑英同志亲笔提写了悲鸣,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艾德加·斯诺之墓。 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等作品,向西方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真正形象。 孙华称,红星照耀中国,不论是作为对历史的记录,还是对历史趋势的预见,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比如当年白秋恩,有人就问,白秋恩,你为什么来中国呀? 他说,你看一看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定会与我有同感。 他这本书呢,一直到今天都成为美国政要,美国各界人士,包括西方的各界人士,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经典的著作。 美国学者费正清,他说呢,这本书是第一次把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等共产党的一批早期的领导人,介绍到西方去。 让人们知道了有这样一致力量。 第二个呢,就是历史的预见性。 1936年,疲惫不堪的三万人,长征到了陕北,那么只有斯诺坚信,这批人能建设一个新中国。 实践证明,就是这三万人,在13年后建立了新中国。 所以呢,这个也是这本书的伟大意义。 80多年前,斯诺打破了意识形态的障碍,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了解,相互信任。 孙华认为,红星照耀中国之所以有着巨大影响力,与斯诺用事实说话的斯诺精神是分不开的。 斯诺呢,经常说一句话,他说我是密苏里人,那么这是一句美国谚语,意思呢就是拿出证据,用事实说话。 那么他在他的采访中,一直秉持着一个,就是公正,真实的这么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将中国最真实的东西,介绍到西方去。 那么他的这种公正性,他的这种正义感,也赢得了,不但是共产党,关键是西方读者的这种信任。 我觉得斯诺的精神,概括起来就是用事实说话。 中国的发展,不但是中国怎么去看世界,更重要的是世界怎么去看中国。 其实我们现在也需要新时期斯诺这样的记者,你既不用带上美颜,你去美化我们,你也不用带上这个绿光镜,去丑化我们。 你只要是把真实的中国的故事,能够介绍到西方去,就可以。 孙华认为,斯诺精神对于当今的新闻工作者,在促进国际友好交往,人文交流方面,有着重要启示。 我们的发展经常被人误读,或者是我们的发展被人看成一种威胁,那实际上呢,人类共同的东西就是文明,就是文化。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我们要尊重彼此的文化。 中国的文化不但对于解决中国人的事情,对于解决全世界这个和平发展,可持续发展,或者构建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它都能够提供非常宝贵的这种资源。 我们还是要展开怀抱。 现在呢,更多人的这种目光是投向中国的。 他们用蓝色的眼睛看着这个红色的中国。 我们只要秉持,何而不同,美美与共,我们就一定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国记者,能够更正确地,更准确地去把中国真实的故事传递出去。